我们今天的这个小单元呢 要来讲的是这个炒扇鱼 炒扇鱼啊 很多人在讲说 如果是在这个台南吃呢 它是很甜 但是台南有没有咸呢 有 它其实是有 如果你是甘草的话 也是有炒这个咸的 用的是虽然是这种坎茎的 也就是有千根的 做勾芡的这种酱汁是甜的 但是呢 也有甘草的 它是炒成这一个咸的 那通常炒扇鱼呢 又有这个炒花汁 那可不可以说 我要吃的是扇鱼跟花枝炒在一起 有没有这样炒法 当然也是有 那在炒这个扇鱼的时候啊 听说一定要在27秒就必须啊 把它炒起来 因为这个它快炒非常重要 所以台语里面有一句话讲 它说是赵康扑贤鱼 那为什么会是叫赵康扑贤鱼呢 就是你在照的那个孔啊 以前那种古照啊 然后在那边扑扑的意思就是在那边慢慢的烧 慢慢的烧 那这个菊花的烧后鱼就是叫做烧麻 你在烧鳗鱼嘛 那鳗鱼是可以慢慢烤啊 我们吃这个鳗鱼饭 那当然是可以慢慢烤 但是鳝鱼不行 那台湾的这个土地因为污染了 所以我们的这个鳝鱼啊 已经本种了 本土的已经没有了 最终南洋跟这个中国进口 中国呢 比较脆 那南洋的不知道为什么就比较不脆 所以现在大部分的这个鳝鱼啊 比较高级的菜店 可能你的花成本呢 就会炒这个从中国来 所以呢 土地污染了 我们就没有把这个好吃的小吃可以吃了 好 今天就跟各位分享到这里 我是渔富 下个礼拜同一时间 彩虹爸爸 说戏